我们所注目的苹果新产品发表会呢 现在是公布了两款新机 iPhone 5S还有iPhone 5C 例如外界的猜测 5S采用的是A7处理器 让速度加快 同时也新增了指纹辨识的功能 而5C总共是由五种颜色 走平价版的路线 抢攻大陆市场 苹果新机发表没有出乎外界预料 果然亮相两款新手机 一个是传统升级新机iPhone 5S 另一款则是评价手机iPhone 5C 苹果改变市场策略 同时推出两款手机 被视为是进行市场卡位战 这次舍弃高价位推出的iPhone 5C 机身采用塑胶材质 内建800万花束相机 外壳总共有蓝白粉红黄绿 五个颜色 另外iPhone 5S不仅增加指纹辨识功能 还搭载双LED相机闪光灯 使用A7处理器 看穿是目前市面上速度最快的高阶手机 除此之外 外观几乎和上一代iPhone 5 几乎没有任何不同 应证苹果小米机来势汹汹 新发表的小米3 同样主打智慧机 运算最快机种 也难怪苹果这次破天荒 制作中文版邀请函 在美国发表会后十个小时 北京也要举办造势会 把目标锁定大陆市场 林松却负